灌顶是什么灌顶 不管你是初灌 二灌 三灌 四灌 你一定要有谈诚 除非你修行很足够了 你已经是开悟者 你已经开发了你全身的经脉 你身体里面就有生谈诚 什么叫生谈诚 毕如遮纳佛在这里 阿弥陀佛在喉 心轮就是阿出如来 这个度宅 度宅 就是保身佛 密轮就是不空成就佛 你身体已经有这些谈诚 形成这些谈诚 你还可以随身给人家灌顶 做灌顶 但是按照密教的规矩 一定要有谈诚 你一定要供养 行则一定要供养 有谈诚 那么由上师 齐请宇宙之间的智慧本尊 降临在谈诚 再由谈诚里面降临在灌顶器上面 再由灌顶器 由上师持着灌顶器给你灌顶 这样子才算圆满的灌顶 才算是整个灌顶的步骤才算完成 一定要请虚空中的本尊 到了谈诚 由谈诚再到灌顶器 再由上师或根本上师 持法器给你灌顶 这个才算的 否则所有的灌顶 都是属于不如法的灌顶 不如法的 你本尊如果没有下降再谈诚 本尊没有进到你的灌顶器 像我拿着瓶 请本尊进到灌顶器里面 那么本尊进来 由它的毛细孔 把它的干露 分布在灌顶水里面 然后再给大家灌顶 这个才是真实的灌顶 否则都是假的灌顶 假的灌顶很简单 师尊随便买一个水枪 你们要灌顶吗 要灌顶吗 好来 就给你们灌顶了 这怎么是灌顶呢 这个没有提醒知会本尊到谈成 像我们今天护魔有谈成 玛丽之天下降 它已经下降在护魔火上面 然后再经过师尊的本身 再加持着灌顶番 那么你们经过灌顶番 就得到真实的灌顶 这个初灌 二灌 三灌 大圆满灌 分成四重灌顶 那么大家以为 哎呀 我已经灌了好多顶了 不止这四个灌顶 我这灌 这七八十个顶都有 或者一百个顶也有 但是这个灌顶 都还是在初灌的范围 所谓的四家型灌顶 家型灌顶 上次相应法的灌顶 本尊的灌顶 都是在初灌的范围 包括所有金刚神的灌顶 都是初灌的范围 都是初灌的范围 只是你修行 因为灌顶你才可以修 由灌顶才起修的 这个是以四灌顶分 初世间的以四灌顶分 然后第一级的瓶灌 第二级的红白花灌 第三级的无上蜜灌 第四级的大圆满灌 这个是使于层次 就是由最低的层次到最高的层次 成为四灌顶 就是成为四灌顶 之三 第四级 努力 第二级